欧景豪自从在武林大会上 被柳中原一脚踹翻 气不过的他日夜情假苦练 竟直接修炼如来神掌第九世万佛朝宗 只见他招式快如闪电行如疾风 盘夕而作试图将境界提升 但见其双手指尖迸发的红光若隐若现 然而突然白光一闪 欧景豪好像着魔似的睁开双眼大汗淋漓 胸中一口红光堵塞其中 欧景豪全力挣扎 不曾想这股红色真气 竟然停留在了他的上半身 也使得此刻的欧景豪浑身痛苦不已 不出半刻钟必定真气堵塞 精神风魔而亡 好在铁阁门断飞就在不远处 修炼如来神掌第五世 听闻叫声大不流心赶来 一个疑心幻影步伐便续晃上前 欧景豪硬声倒闭 而他的老爹欧风也开始作妖了 欧风写了一封匿名信给柳飘飘 说是能医治好他脸上的二十年烧伤 柳飘飘这才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尝试 因为对方要替自己治病 肯定是有条件交换 完全没必要毒害自己 欧风接下柳飘飘脸上的纱布 露出脸上白里透红的皮肤 柳飘飘正看着镜子高兴之时 欧风表示这次只是用了一年的伎俩 要想永保青春 就得每年都来这里上要恢复 前提是柳飘飘要听从他的指示 柳飘飘按照指示找到张丽如这里 却听闻老婆婆说此人早已病故 柳飘飘来到张丽如墓前 反手扯出墓碑上的藤万弓向了老婆婆 老婆婆黏过花甲 身手却是异常的敏捷 二人招式对碰快如疾风 数十招对战过后 老婆婆显然有些体力不支 就在柳飘飘要完成欧风交代的任务时 其料此时陆小渝突然杀到 二人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 快速过招 百十招过后二人依然未能奋出胜负 见到此状的陆小渝虚晃一招喊出 当柳飘飘转身之时 这才发现自己上当 不过已经被陆小渝定住了穴道 一番劝说之下 陆小渝假意将二人放虎归山 实则是尾随其后打探虚实 小渝二人紧追老婆婆到破庙 却发现老婆婆张丽如 已经蹊跷流血而亡 二人好心将张丽如安葬 之后遇见了师父长离东岛 原来师父东岛是出来找无色师太的 传说无色师太每隔十年 会换个身份跟地方生活 如今无色师太改名为张丽如 双方一合计估摸应该是同一个人 于是长离东岛来到张丽如的墓前 随之一抬手便打出一掌 一阵浓烟过后 陆小渝扒开草息一看 却不见张丽如的尸体 而另外一边的欧景豪这里 意气风发的他当着大佬柳中元的面 说他的计划不行 听闻此话 柳中元起身便是两击飞脚踢出 都说打人不打脸 柳中元此番羞辱欧景豪 必然会引得大好青年为之黑化 欧峰为恋姐要禁用身体做实验 年近50岁的他不仅顺序脱发 双手指甲更是变成了黑色 就连后槽牙也变成了墨色 眼见涂雪华未能帮助儿子当上武林盟主 他指的吹动竹笛 唤醒涂雪华腹中的毒蝎惩罚于他 涂雪华疼得遍地打滚 旁边偷听的断飞实在是坐不住 一脚踢翻竹笛将其踩碎 还要求欧峰把毒蝎取出 可欧峰毒性已扩散丝毫不怕死 树立的三观 碎了一地 就在他准备逃离这个是非之地时 竟又被柳中元找到 柳中元是出名的护女狂魔 眼看女儿对欧峰豪一片真心 这个富家子弟竟无情伤害 柳中元快步上前 一个空翻之后踢出一脚 威力之大把欧峰豪脚下地板都震碎了 欧峰豪起身一跃 与柳中元展开拳脚对战 不过由于双方实力差距过大 这场越级挑战 以欧峰豪被打入水中结尾 当欧峰豪再次醒来 已然是躺在了柳中元女儿柳明渊的床上 柳明渊这嫩滑的小脸精致的五官 要是正常人估计都会喜欢吧 可欧峰豪却一把将她推开 恰好被进来的柳中元撞见 奈何欧峰豪完全不是柳中元的对手 面对柳中元的大声吼叫 他也只能默默忍受 不过很快柳中元就遭到了报复 这天柳中元带着女儿在小河边喝下一口水 半课钟不到便被迷晕过去 神医欧峰为帮儿子名震江湖 直接用毒抓住了柳中元父女 眼看如来神长的克星 天蚕神功就在面前 可儿子欧锦豪却一再坚守道德底线 不得已的欧峰只得掏出乾隆丸 凡是吃下此药之人 必定雄姿应发壮志凌云 想起往日柳中元对他的折磨与侮辱 欧锦豪一番挣扎后还是吃下了乾隆丸 欧锦豪拿柳中元女儿的清白威胁 最终从其母亲遗留的朱差中 获得天蚕神功的备用秘笈 被放出的柳中元本想在最后的时光 将天蚕神功的秘笈默写出来 可心胸狭隘的孙碧云却表示 没有武功会这样逆转经脉来修炼的 柳中元一片好心遭到侮辱 当即便撕毁了人人觊觎的天蚕神功秘笈 而他本人也从战立第二的位置云末 这边吃下乾隆丸的欧锦豪 得到天蚕神功更是逼格十足 身体技能跟各项指标都开到最大的他已然蜂膜 胯下一股真气迸发而出 便是狂风扫落叶之时 如此威力还只是修炼到天蚕神功 第一是天地无情 数十个周天过后 欧锦豪只是一脚踢出 便有一棵半米宽的大树被洞穿 第二是涅海魔生 紧跟着第三是群魔乱舞打出 安静的小树林寝客间狂风肆虐 如此变态的功法 加上欧锦豪天赋异比 用不了半月 欧锦豪便能与古剑魂有一战之力 而古剑魂这里 常离东岛用古剑魂妻儿惨死的原因 要求古剑魂召集江湖大佬前来地狱门 三天之后他要当着大家的面 揭穿古剑魂妻儿当年惨死的罪魁祸首 地狱门小弟冯真到处广发英雄铁 接到铁子的断飞 此刻还对古剑魂抱有一丝幻想 他表示凭自己的天赋 是不可能恋慧如来神掌的 不如你把图镜等人放了 自己把学的如来神掌给废了 这样俩人就两清了 可古剑魂岂会同意 但见古剑魂趁机将断飞穴道定主 把他带到空旷地带 随后便展开了如来神掌的现场教学 如来神掌的第六是西天营佛 第七是佛光普照 第八是佛法无边 第九是万佛朝宗 气入少阴血入少阳 击沙成山百川成河 一穴得通二穴被增 气血护迹百川得通 很快三天之气就到了 被抓来的武林高手 包括外面的武林高手也全都到了 古剑魂坐在了宝座之上 霸气侧漏竟显无疑 随后俄眉派掌门就被带了上来 这个大会由我来主持 您只要在宝座上等着 他说大家之所以变成这样 全都是被俄眉派害的 当年就是这老尼姑为了如来神掌 害了古剑魂的妻儿 所以我宣布 从今以后世上再无俄眉派 随即就拿出匕首 让古剑魂送老尼姑归西 为妻儿讨回公道 就在古剑魂愤怒无比 要送老尼姑归西的时候 又一个老尼姑跑了过来 而这个老尼姑是古剑魂老婆的师父 而老尼姑竟然说 当年就是他害了古剑魂的妻儿 东岛做这一切的目的 也是为了让这个老尼姑现身 原来当年老尼姑得知消息 古剑魂得到如来神掌要称霸天下 并且已经打死了上一任武林盟主 所以他就把古剑魂 得到如来神掌后的位置传了出去 而出事后他才发现自己犯了天大的错 因为根本不是古剑魂打死前任武林盟主 所以犯了大错的他 害怕古剑魂找他报复 就躲了起来 今天听到古剑魂要除掉额眉派 他才出来 听到这些话 古剑魂顿时心痛不已 看着不断求饶的老尼姑 古剑魂这霸气的男人也流下了眼泪 你害得我好苦啊 古剑魂当场就把他打翻在地 不料老尼姑竟还坚强地活了下来 段飞扶他起来后 又不断地向古剑魂求饶 从他口中所知 原来二十年前他听信欧峰这个小人的话 才造成了如此大错 古剑魂顿时就想起了欧峰这个人 当年他和老尼姑的徒弟谈恋爱 因为吃醋就踢了欧峰一脚 并且还狠狠地羞辱了他一番 此刻古剑魂看着七二的墓碑 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是自己的自大 害了七二 第二天古剑魂就如约放走了 所有被他抓来的武林高手 并且和段飞的关系也恢复如初 并发誓一定要找出欧锦豪父子 让他们付出代价 另一边 欧锦豪已经将天蚕神宫的第六式玉石剧粉 修炼到炉火纯青 接连两脚踢出变影的天崩地裂 横扫一脚威力催枯拉朽 方圆十米草木瞬间化成鸡粉 但见其脚尖一团烈火生出 真气运其火球之际将其踢飞 每天服用三碗兴奋剂 已经让欧锦豪无视自通 飞速将天蚕神宫修炼到了第八层 但有没有副作用我们不得而知 而另一边的主角断飞 在古剑魂亲自传授他九世如来神掌之后 已经十来天了 按照欧锦豪的速度 估计都突破第十世了 可他还在第七世摸爬滚打 但见断飞一些花里胡哨的运功热身之后 双手在胸前自由晃荡几下 便引得如来法印有掌心发出 断飞置于虚空之中 终于是领悟到了第七世 佛光普照的要诀 这一掌佛光普照打出 对面的大树立马被替成了地中海发型 断飞自信心爆棚 立即开启下一招式的修炼 但见其右掌从腰间环绕而起 以天地开合之势收集八方真气 身后的精神再次更换造型 只是一掌打出便是毁天灭地之势 一月之期已到 今晚是柳飘飘来接吐雪华 去跟欧景豪成亲之日 众人本想跟柳飘飘一起回神龙 找欧峰讲大道理 可柳飘飘根本不想与众人逼逼赖赖 但见其手中一把石香软骨散挥出 人人自威之际一把掳走吐雪华 吐雪华化完新娘妆 终于是有了点紫霞仙子的气质 他本可在酒壶中下毒药 却改成了蒙汉药 欧景豪也是仗义之人 面对朋友之妻没有半点剑阅 自个儿安心地修炼天蚕神功 势必要将第九层跟第十层都突破 然而长期服用兴奋剂也必然导致身体紊乱 没出五分钟 欧景豪便疼得遍地打滚 抓起桌上的蒙汉药喝了下去 很快就晕了过去 这时段飞正好赶了过来 他将欧峰绑在椅子上 要挟他拿出吐雪华腹中的毒鞋 可欧峰像是吃了蹭铁了心 一副不怕死的样子 另外一边 古剑魂直奔杀气凶手欧峰而来 与欧峰的走狗柳飘飘正面撞上 柳飘飘为了来年欧峰帮他恢复容颜 硬是不肯说出欧峰的下落 只得接下古剑魂一掌 吐了两斤毛血旺 陆小渔拖着欧景豪回到客栈 谁料一开灯 就看见古剑魂带着一群壮汉出现 陆小渔希望古剑魂先让欧峰 将吐雪华的毒鞋拿出 然而依照古剑魂强悍的实力 根本不听他的废话 直接一个锁喉便让他痛苦不堪 陆小渔赶紧说出一个惊天大秘密 吐雪华并非吐镜骨肉 他是你的种 是你跟孙碧云的孽种 怕他不信陆小渔发了一分钟的毒誓 古剑魂这才思考了起来 当初孙碧云被自己强奸过后 就匆忙嫁给了吐镜为妻 而且如今的吐雪华 长得跟妻子那是一模一样 古剑魂正在回忆关于女儿的一切 而隔壁的冯真也在对欧锦豪严行拷打 更是不小心吐露出欧锦豪的外公冯道 已经被他给折磨致死 欧锦豪听闻心中之气愤然而生 一股金光暴体而出 以崔库拉朽之力将房间震成细巴烂 听闻响动赶来的古剑魂一看 现场一片狼藉 冯真已经下线 众人会合之际 即使吐雪华不承认古剑魂这个父亲 但古剑魂也要欧锋 将吐雪华附中的毒蟹拿出 一番暴力的手段过后 古剑魂依然未能得逞 欧锋还嚣张地说 这就是你得罪我神医欧锋的下场 一道白光闪过 很明显吐雪华体内的毒血 已经蔓延到了全身 断飞来不及思考运气如来神掌 便要替吐雪华减轻痛苦 可旁边的欧锋却表示 我这毒蟹可不一般 只要你替他疗伤 必定会被传染 果然才两分钟不到 断飞的双手就变成了乌气骂黑的样子 眼看一生最重要的两个人即将下险 古剑魂运气掌力 便是一个逆转乾坤打出 断飞与吐雪华被古剑魂强大的内力悬停半空 随之施展毕生功力朝二人打去 只是为了帮二人打通身上的33处大血 再将毒血进一步转移到自己的身上 但见古剑魂飞至半空 一个倒栽葱而下 反向运功释放出强悍的吸力 将二人体内的毒血 一步步吸到自己的体内 可就在如此关键的时刻 欧敬豪身着红衣飞出不由分说 便是快如疾风的天残脚踢出 陆小宇与之对战数十个回合 被其拉近距离一脚踹飞倒地不起 接着欧敬豪又是一个地动山摇踢出 正在运功的三人纷纷被打断 欧敬豪与古剑魂犹如鬼魅一般 与两座群山之巅展开生死决斗 二人招式对拼 明显欧敬豪快如疾风的天残脚更胜一筹 可被踢中胸口的古剑魂却是非常不服 当即便开启专属BGM 两位顶尖高手同时从山峰顶坠落 欧敬豪倒地昏迷 古剑魂游进灯窟之际 也生了二十年的女儿图雪华 终于是任下他这个亲爹 而另外一边的欧敬豪 也再次从树林中醒来 他发现自己的老父亲竟然也已经走了 经过一晚上的苦埋后 欧敬豪发誓一定要让古剑魂付出代价 而古剑魂死后 图雪华也将他安葬在了他妻儿的坟墓旁 众人都以为雨过天晴 图雪华却跟母亲在散步的时候 被一场白色疾风卷走 已然风魔的欧敬豪 张开嘴就啃上了图雪华 却被图雪华将嘴唇咬破 来自肉体的疼痛 立马让这个风魔之人有了一丝理智 下一秒欧敬豪找到了段飞 邪魅地整理了一下长发 说到想要就回图雪华 三天之后我们一绝高下 三日之七一至 在这安静的河面 将要绝出谁才是江湖第一高手 欧敬豪一脚将竹竿踢碎 段飞把他扭成飞镣打出 欧敬豪则趁机一脚踢来 震得段飞接连后退方才停下 欧敬豪一跃踢出竖脚 欧敬豪一个快如疾风钻入山中 随着一番开山凿石的操作之后 推着一个十万斤重的巨石撵向段飞 巨石横蹬在山谷之间哐当作响而来 面对如此庞然大雾 危机时刻 段飞使出如来神掌的第九世 万佛朝宗 顿时天地为之变色 但见段飞一掌轰出 巨大的石头瞬间就变成了碎片 就在这时 欧敬豪狠地踢在了美男子的身上 万佛朝宗也用完了 现在连佛也救不了你 下一秒 段飞竟然施展出了如来神掌第十世 如来涅槃 强大无比的威力 顿时就把欧敬豪打飞了数万米 当他二人再次毁灭 已然是在千年古刹少林寺之中 段飞希望借助少林的洗水一斤斤 帮助欧敬豪变成正常人 他跟涂雪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而大小姐脾气的涂雪娟 在感情上反复横跳过后 还是发现陆小鱼是个老实人 值得托付终身 感谢观看明天我们江湖再见